今天的内容会有这样几块 第一个是一直播是如何来利用明星效应 来做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第二块是如何来打造我们平台的网红和明星 第三是如何超越秀场去做内容的多元化 然后最后是如何实现持续性的变现 那么首先来讲如何利用明星效应 大家都知道其实明星对于一个产品 会有很大的帮助是在于 他能够帮助产品尽快地去奠定他的品牌的基调 然后帮助他去获取更多的这种明星的粉丝 作为用户 那么明星跟一直播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关系 因为一直播上线的第一天 其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贾乃亮 作为一直播的首席创意官 贾乃亮做的第一件事呢 是帮我们拿下了这个宋忠基 中国粉丝见面会的这个冠名 所以其实一直播应该讲就是跟着明星直播一起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明星直播 就是一直播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在一直播平台上面 现在每个月在进行直播的明星 每个月大概有三百多人 每天有十多个明星在进行直播 那就在上周五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TFBOX这三小只也刚刚入职了一直播 那在这周日的晚上 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明星盛典 来公布TFBOX入职的职位 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职位到底是什么 在整个一直播从去年上线到现在 其实中间有很大的一个发展过程 就是跟明星一起来成长 那从一开始很多明星其实是排斥 去通过直播这样的方式去跟用户交流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跟用户用直播这种方式去打招呼 好像有点像网红 有点像主播 那他们从心里面排斥这件事情 那尤其会有很多明星不愿意让粉丝给他送礼物 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价值只是体现在礼物上面 那等等会有很多的心理障碍 但是到今天到现在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已经接受了用直播这样的形式 来作为自己的宣传的一部分 那把直播当作了他们一种很重要的内容 或者是信息或者是社交发布的平台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完成的 我们平台上面的一些比较典型的直播内容 比如说有这个王力宏 有TFOS 有罗志祥 杨阳 杨幂 等等 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 每天都会有很多明星来到一直播平台上面去进行直播 那包括像五月天 成军二十周年 那他们的这个在台北的纪念演唱会 也是通过一直播来进行全程直播的 那同样这个直播达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播放量和评论量 去年年底12月25号 一直播一下科技举行了这个放肆一下移动视频风云盛典 那同样有非常多的明星到达现场 然后跟网友一起来展示他们的风采 这是一些一直播发展过程间的一些零星的事件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其实是可能在座的朋友更想了解的 就是一直播怎么做到的 那前面讲了贾乃亮入职 然后宋中基这个粉丝见面会冠名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那真正我们把直播这个概念打到明星的心目中间 其实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公益 那其实公益直播是一直播找到跟明星去合作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前面讲了很多明星其实对直播会有一些排斥的心理 那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既然明星不愿意收礼 那我们就用公益的方式让明星不是收礼而是做公益 用这样的形式去带动明星进行直播 那在去年我们五月份就开始了一个活动叫做爱心一碗饭 让明星去直播的过程中间去为这个山区的孩子去募集这个爱心午餐 那这个活动有非常多的明星参与到其中 那募集了一百多万人民币的上款来募集给山区的这个免费午餐 那这是公益直播跟明星直播的第一个结合点 那有了这个结合点打底之后 我们马上又做了第二个就是叫做画出生命线 那画出生命线呢 它是跟这个时尚八杀的八杀瓷山夜一起来合作的 那同样的前面我们让明星去通过这种直播做饭 或者吃饭的方式去募集上款 那第二个画出生命线呢 是让明星去通过这种画一幅画的方式去募集上款 那同样的这个活动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非常多的一线明星都参与到了其中 直播观看量超过了四亿次 然后话题阅读量超过十八亿次 最后去年所募集的所有的这些上款 那在今年也就是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把它变成了二十辆救护车捐献给了贫困山区 那同时我们启动了2017年的画出生命线的明星直播活动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公益直播跟明星结合到一起之后 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同时它对于一直播去切入到明星直播这个市场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我想这是希望能够给大家能有一些启发的地方 讲了明星直播第二块就要回到 我们怎么来打造属于自己平台的明星 因为大家知道明星这种群体啊 它其实并不会给一个产品带来长久的用户群体 或者年性 因为明星不可能天天在你的平台上面做直播 谁会天天到你的平台上面做直播呢 只有你平台上面的主播网红 对吧 他们有动力每天到你的平台上面直播 因为他们要挣钱嘛 对吧 那怎么才能为这些主播提供更多的价值呢 这个其实是一直播一直在思索的一件事情 也一直是我们致力于去为我们的主播提供的一种服务 就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的主播不仅仅是主播 不仅仅是每天喊麦 然后跟用户聊天的那样的主播 只会说老铁666可能还不够 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播能够成为网红 甚至成为明星 讲几个点我们是怎样来做的 那首先我们看 头部网红的人气其实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在一直播平台上面 人气最高的微晚 它的单场观看量其实是超过400万次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同时它单场的收入也是非常的高 为了更多的去打造像微晚这样的网红 那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有印象我讲到 这周日会做TFS的入职仪式 那这个入职仪式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入职仪式 它是在工人体育馆 有一万观众在场的一个明星盛典演唱会 除了TFS会到场之外 还有陈小春 还有梁静如 还有好妹妹 等非常多的知名的歌手 到达现场 那为什么我们要请这么多人来现场 因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 最有名的主播跟这些明星 能够同台现场 我们要让我们的主播 跟明星之间的差距变小 甚至没有差距 他们不光是主播 他们还是网红 他们还是大明星 通过为主播创造机会 去让他们成为网红成为明星 其实这是我们在一直播平台上面 提供给我们的主播的 最不一样的服务 那也是 其实是一直播的这种明星属性 明星直播就在一直播 带来的可能其他的平台 很难去复制或者是超越的一种服务 第三块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去做多元化的内容 那其实秀场直播 我的观点一向是这样的 秀场直播只是整个直播需求的5% 绝大部分用户 绝大部分观看者 其实没有观看秀场直播的需求 之所以现在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变成了秀场直播 是因为只有秀场才能挣钱 对吧 如果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挣钱的话 其实我相信会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直播平台出现 那秀场这样的需求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那直播真正的价值也不止仅仅是去做秀场直播 直播其实它是一种新的信息传递的方式 它能够以实时的交互的方式 让用户去感受到内容去有身临其境的这种现场的观看感 这是直播真正的意义所在 那么谁会是对直播这种内容传播形态需求最大的群体呢 那第一个群体当然就是媒体 对 那这有一些数据啊 其实我们看到一直播的 无论是在这个用户规模 还是在这个渗透率上 其实都是领先有我们的竞争对手的 其实这也是来源于我马上下面要讲的 就是直播的一直播在多元化策略上的一些探索 这样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有母婴的 有美食的 健身的 有这个旅行的 汽车的 对吧 其实这些内容在一直播平台上面 真的都能找到 对 大家如果上去看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内容 那首先我讲 这个媒体直播 那一直播跟人民日报合作了一个项目 叫做人民直播 为人民日报的记者 包括更多人民日报合作的媒体的记者 去提供视频直播的这样的工具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来自于人民日报的直播内容 比如说杨振宁 比如说周杰伦 等等 非常多的稀缺的直播内容 那我们通过人民日报这样的渠道 获取到了 我们为人民日报提供了技术服务 人民日报提供给了我们这样的内容 那就是人民日报 那我们跟北京广播电台 刚刚达成了深入的战略合作 交通广播 大家可能很多人每天会听 对吧 交通广播里面的那些主持人长什么样 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 对吧 家家长什么样 这个 对 其实长得挺好看的 对 但是你要到哪才能看到呢 到一直播才能看到 因为他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会在那个话筒前面摆一个手机 同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直播 那这是我们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大声的深入合作 那包括像我们跟这个中国网 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是 中国网 推出了一个叫做 保卫黄河万里直播 他们派了一个车队 从这个黄河的入海口一直开 要开到黄河的这个发源地 那最近刚刚结束 第一阶段的 第一阶段的直播 那大概走了一半路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山东交园的 这个河南 从山东交园到河南东霸头的这样的跨省直播呀 三门霞呀 然后虎口瀑布啊 然后等等 这样的内容 那这样的内容其实是个人主播提供不了的 只有媒体才能够提供的 但是过去由于技术上的限制 媒体平台有很多 有策划能力 有新闻理想的记者 很难去提供这样的内容 但是今天通过一直播这样的平台 通过我们提供的技术服务 我们让这些内容变成了现实 第二部分对直播有很大需求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那就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专家 因为很多专家 他过去也同样的受限于这个媒体渠道的这样的一种通路影响 比如说是一个财经领域的大V 对那我可能过去能够长时间的以视频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平台 可能只有CCTV2 可能只有第一财经 这样的非常有限的一些平台 但是今天通过直播 每一个专家都可以每天24小时的去进行他的这种思想的展示 内容的传递 那因为直播平台是没有时间和这个量的限制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去年 其实我们做了第一届领航大咖说的这样的一个专家直播的活动 今年又刚刚完成了第二届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参与到了这个直播活动中间来 那这个数据在屏幕上有显示 其实也是效果还蛮不错的 好像不比那个明星要差对吧 那个明星这个爱画出生命线播放量4亿 然后我们两季的这个领航大咖说的观看数量达到了18亿 可见专家其实还是在这个直播市场里面有很大的需求的 那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些直播 然后有博物馆馆长说这样的直播 其实这些内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 然后它其实一直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机会 比如说走到国家博物馆去听这个最美讲解员 去讲这个各种文物的历史 但是通过直播我们能够非常轻易的 非常简单的去获取到这些内容 那我想这是一直播能够为社会 能够为我们的大众带来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价值所在 一直播对于持续变现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来讲就是直播平台变现 基础的大家都在做修长变现 那除了修长变现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变形方式呢 有这样三种广告收卖 直播电商和知识变现 那首先讲广告收卖 那广告收卖其实非常简单 只不过是让明星或者是内容来承载广告 那过去在视频网站 在图文网站 其实都有这样的广告形式 那在直播这样的形态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形态 那只不过直播这种广告形态 它更多的把这个广告的代言人 和广告内容和它的受众 更紧密的结合到一起 同一个时空里面 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 去同时完成代言人的宣讲 完成品牌的展示 和用户的互动 那就是直播这种广告形式 它跟过去的一些广告形式 最大的不同所在 场景化消费 那更容易受消费者青睐 也是平台为广告主定制的 整合营销策略的重中之重 那这个地方其实主要讲的 除了刚才这种直播的模式之外 第二种模式就是边开边买 也就是所谓的直播电商 那这是我们为阿迪达斯 做的这个三叶草直播 这个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于直播中间 并没有真人存在 整个直播持续了很长时间 中间只是一些阿迪达斯的镜头 这是阿迪达斯的一个三叶草直播 那刚才讲到第二种形态 就是直播电商 边开边买 那这种形态 其实大家可能在淘宝直播里面 其实看到过 对吧 淘宝直播天猫直播 但是我想说淘宝直播天猫直播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用户规模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每天去剁手的人 有但不是那么多 更多的消费者 是通过大众媒体 来获取这些消费信息的 最后付费直播 那一直播平台上面 目前就支持付费直播 这样的功能 而且已经有一些教育类的 大V入住到了一直播平台上 比如说今年大家在看考研 直播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有一些老师 是在卖付费直播内容的 而且在今年的三四季度 一直播会有 在付费直播这个方面 会有更大的动作 会让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 大V知识性的专家 入住到一直播平台上面来 那以上就是我介绍的 关于一直播在这个发展 在这个探索上的一些心得体会 那最后其实还有一个观点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直播只是整个移动视频市场中间的一小部分 那移动视频市场真正的前景 目前最激烈的最热闹的竞争 是发生在短视频这个市场 直播和短视频有一定的关系 直播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 但是直播这个市场 它脱离不了短视频市场 也脱离不了社交这样的一个市场 感谢观看